打球老忘记架拍怎么办 你就想办法 还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很多朋友打球都没有架拍 你比如刚才有人问我 打球怎么抢高点 对吧 我当时解决这个问题的 打球不会架拍 然后不会抢高点 其实你们看一下 当一个框架真的足够高的时候 你想不抢高点都难 你架在这 你确实不一定能打高点 你架在这 你也不一定能打高点 为什么 因为我发过一个相关这样的作品 你都会有 看 这个手大臂啊 看 你都会有一个往上抬的过程 那 也就是说你大臂会往上伸 你能伸多少 那不知道 他会根据球的不同而不同 那如果我架拍就高呢 我架拍高 我大臂根本就不需要再往上顶了 他直接就这么一甩 他就已经是我人的最高点 你别跟我说这么够 那你没没把胳膊伸直的 这就已经很高了 这不能再高了 你再再再绷直一点 他也高不出来那一点点了 你胳膊还打不上劲 你看 是不是 我架在这 我架在这里 会拍 看 我不倒拍了 你就看这个拍的走向 我架的这么高 是不是 首先你要知道 你框架好 就能直接解决你急修点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很多人抡大臂 都是因为没有 跟没有架拍有关 比如来个球 没架拍 球拉的比较快 哎 高点 他还知道架一下 快点怎么办 来不及了 从底下拍连着抽 带着引 一股脑就挥出去了 然后导致轮了大臂 那这种人也很多 好 我们怎么解决 在讲怎么解决之前 我还得先说一下 肯定会有人说 刘云你架的太高了 我架的真的太高了吗 你会看吗 你觉得我现在架的高不高 我要顶起来 你看我这下高不高 我其实没有放的很低 你只不过我是往下踩了个腿 你感觉我重心踩在右脚上 你感觉我拍低 人家是什么 人家是重心下去脚蹬低 一蹬起来 这框架就在这了 你看 这不是靠抬胳膊抬上去的 那我身体蹬上去的 你们是什么 你们就单纯就 就架的低 架的低 然后你还不会升框架 你比如说 我当时不是拍过吗 我就架在这 我就不架拍 我也不可能轮了大臂 来你发一个球 对吧 那我也不可能轮了大臂 你正常发就行 因为我会有个明显起 早打 你们会什么呀 你们会这样打 你对于一个已经熟练掌握发力的人来说 他有没有架拍 就只打个高眼球 无所谓 但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你现在最大 就新手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轮大臂 谁都不好说 能感受到羽毛球的发力 这过程很漫长 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其实就是架拍 而不好的例子就是一些比较发力非常成熟的选手 因为我们随便架 我怎么在发 我怎么架都行 我怎么架我也不可能轮大臂 但我打出来是这样 你打出来是这样的 你一定打不出来 你不会升框架再去打 那个更难 你要是能练到能升框架打 那我说说白了 你直接架好框更行 因为你把复杂都会了 你简单的还不会 最标准的就是什么 你把框架好 然后呢 我不管踩不踩脚 你每个人我跟你说 还有协调性的问题 一般人一踩右脚 手也会跟着往下拉 这是我教授中发现的 大家一个通病 那它是什么 它是协调性 就是你是很难克服的 所以我现在觉得 经常会有教练说 你架框睡觉 有种锁住的感觉 OK 锁给人的感觉很僵硬 所以锁这个字呢 也被很多人攻击过 他因为锁这个字太硬了 但是我跟你说 你对于那种大臂 特别活泛的人来说 锁对他们不僵硬 刚刚好 因为他们做不出来 你所说的锁 知道什么 我这个说法叫什么 叫矫枉过正 我在给人改架拍的时候 你知道我会怎么改 你架拍这么低 我要给他示范一个正确的架码 我让他这么架 你以为他能改过来 开玩笑 我要告诉他 你要这么架 你别给我放 你千万不要往下放 啊 李就来这么架盘 怎么打球啊 你就这么架 你放心 你就这么架 你听我的 哎呦 骂骂咧咧的架好盘 来了就打球 哎 打完之后 啪降一点 降到这 啪一打正好 你以为他能那么听话 你以为你能那么听话 我让你架到这 你就能架到这 你就得脚往过正 你想怎么改 你就得狠 你得想象胳膊都抬得快 伸直了 实际上才到这 你不信你对着镜子试一试 你不能对着镜子试 你在后边放一个摄像机 然后你拍你自己打球 你感觉哇 我这个胳膊都抬脑高了 你一看还没到九十度 你看着就绝对的 但是比之前高很多了 你就得再狠一点 也就是你想改掉一个毛病 你需要的是脚往 必须得过正 我现在问一下你们 对付那种大臂 哇 胡胡绕间这种人 锁这个作为他们硬吗 不硬 他能做到锁住 你开玩笑 他想办法 能让他少动一点 哎 正好就到了 所以说针对的人群不同 那教练的说法 也不应该一样才对 所以我们 面对教学的态度 应该是因人而已 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个体 每一个世界冠军的动作都不一样 我成人班教学的时候 我经常会说 集合的时候 集合集中讲授的时候 那我说的肯定是最官方 好了 我下去开始寻场的时候 我给这个人讲 旁边人听 我等会 你先别听 你不要学他的动作 我给他说的动作 你千万不要学 我经常会这么说 我每期成人班人都能证明 我跟谁说的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这么架 我就有可能让你这么架 知道吗 但是你们最后架出来 都是这个样子 就对了 我会告诉你 最后你的动作是什么样 这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 然后我给你改的这个过程 我肯定是非常极端的 要不你怎么改啊 那么短的时间 我要的是什么 结果 我们第一个是明白这个动作 第二是我们改过来了 你原理也明白了 你也知道你的动作是对的了 然后你还做对了 你还管过程干什么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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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